大家好,君子兰的花期是在冬春两季 那么我们在秋季的养护了就非常重要的 只有秋季养的好 然后给你的这个君子兰呢贴上秋标 那么你的这个君子兰在入冬之后呢 才更容易抽荐开花 那么我们怎么贴秋标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要增加浇水量 这个时候君子兰主要是处于一个营养生长阶段 这个时候是需水量是相对比较高的 再加上呢 秋季呢天气是比较干燥 水分蒸发会比较快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及时的补水 盆土干的差不多了就一定要马上给它浇水 不能够让盆土长期处于干旱状态 这样对它新叶的生长呢都是不利的 当然呢在浇水同时呢 平时也可以给它多喷洒水污来增加空气湿度 因为君子兰它是比较喜欢一个湿润的生长环境 但是喷洒水污的同时一定要保证环境的通风 不能让这个水啊流到这个叶芯里面 以免导致叶芯腐烂 贴秋标的第二步呢就是要补肥 这个是很多话应该都了解的 只有补充足够的肥料 给它补充足够的养分 让你的植柱长得更加的健壮 叶片更加的肥厚 它后期才会更容易开花 那么我们用肥的话 可以用上这种树酵复合肥 因为现在天气凉爽了 用上这种树酵复合肥的话呢 可以让它快速的吸收营养来快速的生长 因为本身君子兰它就是一个特别洗肥的植物 然后我们每次在盆土里面 撒上一小勺就能够管一个月 特别的方便 像这种肥的话呢是河南进口的 它的肥效是能够保证的 然后第三步就是要给它适当的增加光照 之前夏季呢 我们都是给它进行遮阴 但是在秋季这段时间呢 一定要给它至少的增加光照 来增加光合作用 来积蓄更多的这个光合产物 这样对它的后期开花才会更加的有利 像现在入秋之后 有时候中午的光照还是特别的强烈 我们可以进行适当的遮阴 但是早晚一定要给它 这个全日照养护 这样呢才能够让它积蓄更多的光合产物 当然呢我们也可以给它喷湿一点这个 EM菌原路来增强它的光合作用 增强叶片的一个抗性 每7到10天稀释1000倍 喷湿一次就可以了 这样呢我们在秋季把秋标给它贴足了 那么在冬季的时候呢 再适当的控水给住光照 那么我们再给住凝脚肥这些 然后再进行一个低温春化的处理 基本上你的君子男想要不开花都难 好了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